下礼拜金兔年要开红盘 开红盘如何表现 这第一局很重要 邀请柏杰哥来帮我们做观察 上礼拜的开红盘第一天 要怎么做一个配置和切入 才会让大家在操作第一步 对了 起手对了 后面才会升 我想红盘当天 其实你不用挤着布局 我觉得你要以整年或一季度一季度来看 那我觉得今年最重要的焦点 还是在半导体 因为你要想去年整个半导体的问题 就在于说库存过高 那到底第一季库存消化的状况怎么样 能不能在上半年消化完 还是说它消化的时间会拉长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主轴 还是什么 就是电子股 它是围绕在以台积电为中心 相关的这个东西 尤其是法收完之后 如果法人 你看到说报告 因为这个红盘过报告 陆陆续续全部都出来嘛 那到底 对于相关的IP 你看IP去年是最强的 那设备跟耗材呢 在后面那一段它没有表现 所以如果台积电周边的这些大联盟设备跟耗材OK的话 我觉得其实半导体的这个部分在今年 它是有机会什么 渐入加进 就是说前低后高的这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是说 如果以今年我们贯穿整年来看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报复性出油的这些相关的产业 因为你其实想都不用想 今年光台湾在过年出去的人 跟陆陆续续在春假 暑假 甚至秋天看枫叶的 要出国的 是不是比前几年都要多好几倍 多很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块 在不管是航空旅行社的部分 它的重点只是在于说 股价涨多了 这个筹码面 技术面有没有变坏 不然我觉得你就是什么 一个大的周期可以来来回回的去操作 那另外一个是说 台湾本身内需的这个餐饮 观光饭店这些 其实你看嘛 过去的两年敢结婚的人很少 对不对 所以今年 包含像婚宴的 尾牙的 逢年过节的这个部分 因为不会再动不动就有什么封城 管制这些东西的 所以相关的餐饮跟观光 在今年的业绩 很明确营收它也会成长 我觉得 比较明显的这两大区块 那再来的话 我觉得就要路路续续续观察次产业 比如说我们举例 手机NB 库存去化的这个状况怎么样 那尤其是手机 我觉得在这里面 我特别点出来是因为 过去两年的这个整个手机需求 它是领先疫情掉下来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到底手机股有没有机会 因为中国马上大解封完之后 大家都感染完一轮 反而在什么 反而在四五月过后 生活恢复正常以后 手机这个区块领先起来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那最后一个这个 整个我觉得在第一季的这个焦点就是说 当下时事相关的族群很重要 其实以今年一整年来讲 我觉得包含像什么 除能的这个部分 再来就是什么 政策相关的题材 因为你要知道 2024的年初是总统大选 那总统大选 两党一定会拼尽全力 这个要来抢总统的这个宝座嘛 所以对于执政党来讲 到底他生计相关的这个政策 能不能延续 那另外在整个绿能 发电的这个部分 到底你看嘛 在年初的时候工商大佬有建言嘛 我们要盘点国内用电的这个状况啊 未来的三到五年 不能让他缺电等等 所以在相关 你看过去台电5000亿的这个大的工程 这个大饼 陆陆续续已经有个股在反应 所以包含除能啊 电力相关 我觉得当下时事的题材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 未来可以观察一个方向 好就是说 在当下是说 已经看到政策面的 这样的一个时事题材 还是说 只要当下有什么新闻点爆出来都算 好如果当下新闻点爆出来 那你要观察一个东西 这个族群 有没有全部一哄而上 第一天能不能都涨停 那第一天如果都涨停 都没有带量 后面开始陆续你看到 高档在震荡的时候 资金有在进来 那就告诉你 前面发动讯号出现 后面至少在未来的 可能半个月到一个月 它有一段 因为我觉得 今年比较麻烦的一个位置 是说 在2022到2021这两年的时候 电子股有很多的基期 它的最高点是落在哪 落在2022年的5到7月 那你去看嘛 比较基期那么高的同时 电子股它就很难去靠整个业绩 持续往上带嘛 所以刚才燕婷讲到一个重点 那个当下如果你看到是一个族群性的 然后是大家能够接受的东西 它就有机会因为一天爆派的利多 然后开始让大家开始去关注这个东西 然后慢慢的因为对于选举的期待嘛 那我觉得是有机会往上走出一小坡行情的 好所以那你刚刚也提到一个重点 伯极哥你说电子股产业有很多基期落在 高基期落在去年大概5月 所以就是说如果今年度在操作上面 第一季电子股还是先不用想 要等到第二季吗 你的这个季节的步线 好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好了 这个我们来看 景气对策灯号跟台湾加全指数的图 你会发现红色这一条是什么 景气对策灯号现在掉到12分嘛 景气对策分数过去落在蓝灯以下的 大概都平均都八九个月 我们假设这次付出时间快一点 五个月好不好 五个月你前三个月是不是都在蓝灯 那你的股价涨得起来吗 你涨不起来吗 那也就是说第一季正常来讲 它不会太好 这个是以景气灯号跟指数的部分 你看你去对照过去 这个红线掉到谷底的时候 对指数它就是在低档 至少要盘个三个月到半年 好所以如果我们以季节性来看 我们回到自考 第一季就是什么 跌升反弹提财车轮战为主 因为它还是在一个 大的景气空投的走势当中 可是当第一季跌完过后 你搭配到刚才杜大哥 他跟你讲玄学的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刚好四五月 最坏准备要过去 所以第二季你要观察什么 产业哪一些开始陆陆续续 因为他法说有讲到落底的讯号出来 那你就可以开始配合 我们刚才讲高值利率 或相关的题材来做布局 那第三季就是开始陆续底部来布局 因为第四季跟明年 在隔一年的第一季 它有选举的期待 对不对 那是不是你在整个二三季陆续布局之后 第四季它会涨回来 就会有所谓无机之谈 那如果无机之谈谈到一半 你又看到美国的景气回温 然后电子股库存不再有 反而是需求大过于供给的时候 就回升了 那这些产业的话 我建议大家观察晶圆代工 手机车用电子电动车 指标找大支的 台积电大力光 文贸台达电等等 OK不管是从技术面也好 或是选学理论好 趣味性的 还是都会建议大家要在先等待 金兔年的开局都帮大家抓清楚了 祝福大家下个礼拜 真的能够开出红盘 突来运转 您收看的是古海洋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